大家好我是马儿,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。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。 日本的MASTA近期推出了新年式的MASTA3。 这次的改款不仅维持了四门房车和五门先辈的车型选择, 还进行了车型精简,并导入了多项外观与内装升级。 提升了车辆的卖向和市场竞争力。 车型精简与售价调整。 新年式MASTA3精简了日规车型,取消了原本最入门的15C车型。 现在仅提供五门先辈款,这让五门先辈款的入手门槛比四门房车更亲民。 五门先辈的新年式MASTA3,售价范围在220万9900至398万6400日元。 折合新台币,约48至87万元。 四门房车的售价则在257万7300至326万5900日元。 折合新台币,用56至71万元。 外观以内装升级。 在外观方面,新年式MASTA3特别新增了黑化套件选项,受到Retro Sports Edition特试车好评的影响。 这些黑化元素,如铝圈和后视镜等处的黑色烤漆涂装,让一般款车主也能拥有特试车的帅气感。 内装部分,虽然设计保持不变,但新年式MASTA3导入了后座提醒功能。 如果车辆熄火时,侦测到后座有物品或诱铜。 仪表会跳出警示通知,大幅提升了安全性。 此外,中阶以上车型还增加了座椅加热功能。 在寒冷的冬天,提供更舒适的驾乘体验,智慧科技加持。 除了五门仙辈的入门款,其他车型都导入了Amazon Alexa语音助理系统。 这让MASTA3变得更为智慧。 该系统可以提供即时线上导航,取得车流和停车场状况。 并能透过语音操作座椅加热、空调、导航等功能,大幅提升了使用便利性和科技感。 这些升级,让新年式MASTA3不仅在外观上更加吸引人,在科技与安全性上也有所提升,使其更具竞争力。 如果你喜欢MASTA,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STA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,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,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。